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您分享咸阳城考古中的奇异与惊喜 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切磋琢磨考古论金 各位观众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型考古历史文化类节目 考古公开课 我是陈志峰 参加今天公开课的 有我们面向社会招募的六名考古学员 欢迎你们 我们今天的考古公开课 要从中国的第一位皇帝说起 就是秦始皇 那么一说到秦始皇 大家马上会想到什么呢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秦始皇 兵马俑还有秦始皇陵 然后非常的壮丽和壮观 说到秦始皇 第一个想起的就是他统一六国的功绩 就像过情论里说的 奋六世之渔猎 正常侧而欲语内 秦始皇统一六国 同时他是把统一了文字 形成了书同文 车同轨的一个规矩 我能讲到的是 焚书坑儒和长城 焚书坑儒 长城 没错 学员们说了很多的答案 但是我发现大家对秦始皇的都城 咸阳城没有提到 为什么呢 这说明大家对咸阳城不太熟悉 史书记载大秦帝国九都八千 咸阳城这是大秦帝国最辉煌的巅峰时期 但是最后被项羽复之一句 那么具体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咸阳城的考古发掘又有哪些新的发现呢 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秦都咸阳城考古队的领队 许卫红老师 我们请许老师上场 欢迎许老师 许老师一上场 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做了这么多考古公开课了 女性考古工作者真的不多 我知道徐老师 您可以说是和秦始皇打了有几十年的交道了 对 我1989年从大学毕业 然后就开始在兵马俑博物馆 然后2014年以后到的咸阳城移植 按时间上来说 在兵马俑考古了二十多年 在咸阳城是六年 刚才学员们的回答您也听到了 一说秦始皇您听 对咸阳城似乎没有提到 对 是这样子的 遗址考古 就是都城类的考古 它往往不像墓葬啊 它经常会突出亮点 但是遗址考古 尤其都城考古相对的来说 就可观性差一些 所以说在今天现场 恐怕您是离秦始皇最近的人 您能不能从历史学的角度 从考古学的角度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咸阳城 咸阳城一般的人就会以为 是现在的有一个咸阳市 它是陕西的一个二级市 距离咸阳很近 其实不是的 秦咸阳城遗址 它是横跨魏河两岸的 我们可以看一张咸阳城的四制图 当然这是一个大咸阳城的范围 魏河在它的城中间穿过 西汉长安城 它完全都是在秦宫殿的基础上 它修缮了一下 大伙可能都听说了 咸阳城到现在 没有发现外围的城圈 我是这样理解的 因为它是横跨魏河南北两岸 这个城圈怎么画 它来怎么样修一个外围的城墙 它是有困难的 因为咸阳城没有外围的城圈 我们就没有办法拿石线 把咸阳城的四制给它画出来 也就只能形成一个 虚线的一个范围 就是大致的一个范围 可以看到它分为是 在渭河以北 我们叫渭北宫区 然后渭河以南 叫渭南宫区 河环宫其实就是属于 渭南宫区的一部分 整体上来说 咸阳城就是这样的一个 大概轮廓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 秦都咸阳城始建于公元前三五零年 秦孝宫时期 是秦王朝八代一百四十四年的国都所在地 据史书记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扩建王室宫殿 增修庙台公园 秦咸阳城的面积 约达2.5万平方千米 遗憾的是 作为大秦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咸阳城见证了大秦帝国的繁荣崛起 也目睹了大秦帝国的没落消亡 最终却只给后人 留下了一望无际的焦土 和历代文人的接探 自从1959年开始 历经几代考古人的调查与发掘 秦都咸阳城的面貌日渐明晰 墓葬区 宫殿区 手工业区等 都相继被发现 各类秦宫殿建筑遗址 手工作坊遗址 以及其他遗迹多达二百多处 出土文物更是不计其数 面对不断勘探出来的大型夯土建筑 考古专家们该从何处入手 咸阳城考古发掘中 又经历了哪些巧遇和迷思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 其实真的是挺奇的 然后中间包含着很多说不清的缘分 事情已经过了几年 但是我经常就会想到 也许真的人和事之间 有时候会存在一种缘分 2016年我们因为已经进行了 几年的考古调查和钻探 我们已经有40多处夯处建筑 已经勘探出来了 就准备开展一次主动性发掘 在这个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发掘哪一块合适 我不知道哪个地方会出现亮点 我也不知道地下埋藏的是什么 后来我就通过抓揪 选了一个 北边是正对着西汉的第二代皇帝 跪地的安岭 东边是秦祥城的一号宫殿一日 它基本上距离两个点的距离是一样的 那么它也有可能是汉的 也有可能是秦的了 到了7月5号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决定在7月5号这一天开始开工 站在这个到处是荒草的这个野外 我看看四周 心里头觉得拿不准 忐忑不安 因为这是距离咸阳城考古 动发掘三十多年之后 我们再一次的发掘 心理压力也很大 站在这个现场 我们同事们就开始不探方 我心里就暗暗期的 出亮点 一定要完成我们这次发掘预设的任务 第一个 遗址时代是什么 第二个 比如建筑是什么性质 什么用的 你们觉得我们最后的发现会是什么 经过了半年 同事们就是每天早上上班下午回来 问又啥没 摸 摸 甚至到之后就不再搭理我了 坐到那我也发愁 这个建筑慢慢的面貌就出来了 东西长呢是105.8米 很大的一个 南北宽将近20米 它是四周的这个围墙 很厚 有2米4 高度按照它倒塌的这个航空脱级的范围 大概推测了一下 大概不少于4米到4米9 很高的一个墙 很厚的一个墙 然后门很少 建筑一共分为5间 平面的形状呢 有点像一个L型 从西向东 我们编号是5个房间 这个建筑的倒塌 是经过了一次人为的纵火 因为这个火烧得非常的厉害 有一些人为的破坏的痕迹 第一间房间里 什么东西都没有 上边呢是房屋倒塌的 这个残砖乱瓦 揭开这个房间之后 能看到这个面积呢 是大概330平米 是一个大开间 大开间底 它那个房子里面呢 有柱石 石头 一行一行的都很清楚 通过这个建筑材料 比如房屋上倒塌的这些瓦 我们能判断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建筑使用时代 是秦 它不是汉代的那些建筑材料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但第二个问题解决不了 没有出东西 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干嘛用的 我判断不出来 你们帮我想想 这个建筑应该是做什么用的 这样子又到年底了 天越冷 怎么办 接下去怎么挖 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随着这个不断地发掘啊 就是在这个房间的F3 不断地就出现一些石块 这不断地出石块 不断地出石块 但是这个石块 确实没有什么形状 最小的就这么大一块 就像核头粒 就像核头块一样的 大一点的 不过也就有这么大块 像个巴掌大 薄薄的 有两三公分 这个石块 因为它全部都是残碎的 形状也分辨不出来 因为这个F3呢 它有晚期的一些墓葬 就是挖在这个F3的建筑层上了 因为这个墓葬 从形质上来看 它应该是隋唐 就是汉代以后的墓葬 那个时候 这个墓葬一般的 有石榻和石棺果 也许这个墓葬被盗了以后 这个石棺果被打碎了 所以这些石头 两种可能 一个是秦代的石材机 一个是隋唐墓葬的石葬剧 抱着这种念头 之后就说到年底了 拿回来 仔细地分析一下 然后形成一个考古的工作总结吧 回来之后 晚上 我同事 张扬力争 就开始洗这些石块 洗的时候 你看这也没个字 不管是啥 有个文士 有个字 他也好判断一下 这个石块的年代 不是 我在旁边坐着 我听到他这声长叹了 其实我的心情 是一样的糟糕 因为我发掘之前 我那么大的希望 我抓了揪 我并且还想选择 这个黄道极致 来进行动土开工 但是没想到半年 我们就收获了 这一堆石片 当然还有一些 房屋倒塌的堆积的 这些建筑材料 我也是很失望 我感觉当时 整个所有工作人员的时期 都比较低落 我记得 飘这个小说里面 那个主人公的一句话 我印象特别清楚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这个新的一天 可是有点吊人胃口 一直到晚上 我们另外的一个队员 他就进办公室来 准备下班 从我桌子跟前拿出来 就是张扬 头一天晚上洗的 那根石块 随意性的 徐老师 这上面有字 我头都没抬 我没理他 因为这个同志 没有任何的考古基础 他基本上就做内琴 我开他玩笑 就是我们都戴着眼镜 我们都四只眼 我们没有看到字 就这么无意拿起来 还得跟我说 说这上面有字 我根本就没理他 我没当回事 真的有字 他看着我那个态度 他也很着急 那我就赶快接过来了 接过来 我就凑到台灯跟前 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楚 我的碰的脑子里 就蹦出来这两个字是啥 是秦小传写的乐辅 这是典型的乐辅的两个秦小传的字 我每次回忆起这个环节的时候 我其实都是很激动的 考古的那个心情 每天就是过山车 年底 天又冷 又一无所获的那种感觉 那种失落 碰然一下 亮出了两个字 这就像个兴奋剂 我当时看到这个乐辅两个字的时候 我一种激动 就是我们终于知道 这个石块是什么东西了 它是一种乐器 敲击的乐器 叫石庆 另外呢 这两个字 可是我们现在为止 我们能见到的 存在乐器上的乐辅两个字 更深刻的问题就是 出了这个东西 对我们解决建筑属性的问题 又是一个促进 我们最后发掘的数量出来呢 有六百五十多公斤 这个六百多公斤里面 实际上能弹得上 基本完整的 也就三四件 就是这个数已经不是说 你数件能数出来的了 就估量吧 就装一筐 然后估一筐 这个一个筐是多少斤重 那一筐多少斤重 大概量啊 就是六百五十多公斤 专门辟出来了一个房间 摆这些石庆残框 它第一个是呢 这么大的一个量 那肯定不止一组了 然后上面呢 陆陆续续 我们后来又发现了很多的字 比如说工商交织语 还有就是数字 比如左八右八 左十 说明这个是边庆 随着这些字 那么我脑子里面 其实除了这个石庆本身之外 一个是这间房子的用途 那敲定了 它是放物资的 其中有一间房子呢 是放了这个乐器 这个边庆 我们发现了这些字之后的这天晚上 郁闷了半年的这个事情 终于高涨起来了 我记得那天 我记得那天我们师傅拿出了当地最好的酒 还给我们加了餐 竟然是油闷大虾 大伙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你们知道我这个高兴里面 还有什么事吗 还有哪些奇遇让我比大家更高兴 其实在这一次石庆发现之前 2015年的冬天 就是在主动发掘半年之前 有一天我很郁闷 心情非常低落 我就沿着一条绿花带 我去散步 这条大路几乎我很少来 它是一条新修的大路 它从秦祥城遗址横穿过去 所以从我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心情上来说 我对这条路是非常的讨厌 它等于在秦遗址上面插了一把剑 不仅撕裂了这个咸阳城遗址的这个地貌 还直穿到了汉陵陪葬墓 也就是有这样子的心理吧 我几乎不走这条路 可能是考古人的通病 一边走呢 我就一边拿脚踢 就来回瞎钻 突然我看到了一个东西 有这么大块 有一个石块 其实外表我看不出来什么形状 就是感觉这个形状有点规则 我就把它捡起来了 下意识的 这个东西拿到我们考古队之后 我就扔到我的桌子上了 好多天因为我们周六周末都不休息 所以家属心情好的时候就会来探班 家属来了之后一进来说 从哪弄了一个石庆啊 我就轰了一下的这个脑子 就是这个心情痛了一下 就开始心跳加速 这是石庆 他一说之后 我立马就 这个形状就对上号了 赶快就去清洗 清洗完了之后 很明显的就能看到一些 小米粒大的这个圆点 就是敲击的痕迹 敲击形成的这些小窝 这个事儿说明一个什么 就是我们考古当中 随时随刻的一种流心 也许就是一个大发现 这次发现呢 我就和我的队友们一起 就写了一个文章 在文章里 我对这个东西的判断 说这是秦咸阳城 北宫乐府的乐器 那么北宫乐府就应该在这个附近 但是我说的对不对 因为这上面没有字啊 只有这么一个惨框 所以也就是一个大胆的推测 不一定被证实是真的 确实是一家直言 我没有指望将来我能找到答案 来证实我这个推测 当天晚上我们在庆祝 这个北宫乐府 这个时庆的时候 我不由自主地 就又想到了半年前的 我这一次奇遇 因为我总在想着 我抓的那个揪 折的这个点 还有我们坚持了半年多的这个发掘 以及说2015年年底 我捡到的实庆的这个奇遇 好像冥冥之中 真的是有一种缘分吧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考古生涯当中 很难得的一个奇遇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徐老师 我听完刚才这段讲述 我觉得这个考古人 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工作上了 估计连家都不要了 我家里可以说都是做文博的 我们同行 我还纳闷 我说怎么家人比徐老师弄得还清楚呢 怎么探班来了 说探班来了 这个实庆 哪能快实庆 你看 这就找着这个缘由了 对 刚才您说到的这些碎石 那就是古代一种打击乐 就是实庆 这个发现一定让您非常的兴奋 是吗 是非常兴奋 一个是我想到了 我2015年捡的那个东西 就突然碰到一块了 另外因为关于乐府的这个建制来说 它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两个字 乐府再一次证明了 琴代是有乐府的这个机构的 为了让大家能更直观地了解 这种乐器 我们专门给大家准备了一套 边庆的缩小版的一个道具 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 感受一下 领略一下这种古代乐器的这个玄机 它是一个道具了 实际真正的一个边庆 要比这大很多吧 庆它分为特庆和边庆 特庆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它就作为特别用途特庆 边庆它按照音阶的大小 有不同 这一套应该是曾侯以目出土的 这个边庆的一个缩小版 我到现在也没明白 就是一套边庆是多少个数是一套 因为它每一次考古出来的 它不一样 有时候九个是一套 有的时候是十个是一套 真正的您见过的这个出土的边庆 比这要大多数呢 我们现在发觉出来的那个 如果按照护原的话 是这个的三倍 其实中国古代一个很重要的时代 就是周 周公做礼 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很多 关于礼的东西都是那个西周时期 就是包括孔子说的 玉玉乎无从周 因为他强调礼制的时候 什么东西它都是给你规范的 一二三四五 这个一样的 就是这个庆这个乐器一样 它也是周公做礼的时候 也做了这个乐器的制作规定 什么场合用什么乐器 再一个呢 哪个边叫什么 什么部位叫什么 这都有讲究 对 它的长宽比例是多少 它在那个考空记里面都有记载 是一本我们手工业制作的说明书 现场的学员 你们有了解这个庆的吗 这个庆呢 就一般就是您的左手边 那个称之为鼓部 就是打鼓的鼓 这个也是一般的演奏部位 对 然后称的另一边呢 也是鼓部 但那个鼓呢 是鼓票的鼓 对 接着往下说 接着说 然后上面呢 有一个小孔 这个呢 是锯钩 是用来挂 悬挂起来演奏的 一个部位 这个锯钩呢 是多少度 这个角 一般来说 应该是145度左右吧 135度 因为它那个考空记里 记载的就是一个锯角 加一个锯角的一半 就是90度加45度 是135度 但是实际上 我量过很多 就这种残气的这个片 它规定是135度 但是也可能142度 因为这个材质不一样 对 我感觉这里面主要 就是一个食材的问题 那我想问问你 你怎么对这个锯 这么了解呢 因为我是研究生学的是 音乐考古学专业 所以接触过 中庆的一些知识 我说呢 我说呢 它这个面呢 实际上叫庞 就是敲击的点 就是在这些面上 另外这儿怎么 还有一个中呢 这个是不是边庆的旁边 要放上一个中 有这个讲究吗 是的 我在发掘当中 确定了这是实际之后呢 我就跟那个 我们队友们说 注意一定要有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叫金生玉针 就是这个实际 是玉 代表的是玉的部分 它一定是和青铜的 金属的中箔来组合 这是乐器一个组合 金生玉针 象征着国之安邦 金生就是那中 对 金生就是中 玉针就是气 因为在中国古代 我们说的那个金 是指青铜 它不是我们现在的 意义上的金字 另外我想问问 就是像这样的边庆模型 能不能演奏 应该完全没问题 既然可以演奏 小魏 你回答得那么精彩 你再给我们精彩的 演奏一段怎么样 没问题 好 大家给他个掌声 来来来 请到台上来 来 把话筒给我 来 我给你们拿的话筒 准备 我费了 5 –1 可以 我费了 他在嘴 您可以 我费了 我费了 你会 好一朵茉莉花 一音绕连感觉 清脆的 确实是 这么近距离地感受 边庆的这种旋律 这个音色音调 我也是第一回 非常感谢 在古代的时候 一般这个中也好 边庆也好 是在什么时候演奏呢 这样子的 就是中庆琴瑟已合之 伴着舞蹈 在国家的重要的大典 比如国庆节 重要的礼仪 祭祀 还有一些燕饮的场合 它是相当于一个雅乐 国之大乐 说到这里呢 我们也给大家 准备了一段乐曲 这样 咱们大家先听一听 好不好 先听听 知道这是哪首乐曲吗 东方红 这个我想刚才放的这段乐曲啊 年纪比较大的人 恐怕在脑子里都有非常深刻的记忆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 有一天的夜里 我爬到房顶上 看着夜空 听的这首乐曲 我想问问现场年轻的学员们 你们知道刚才这首乐曲 是在什么样一个重大的场合播放的吗 那个旋律一放我就知道 应该是70年的时候 应该是从我们东方红一号卫星上 放射出来这个东方红乐曲 它是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 同时我们在广播里听着这个声音 我也是请教了一个音乐考古的老师 他告诉我说 说这个乐曲呢 主要是用信仰考古出土的编钟演奏的 但是后来技术合成 有一些电子方面的技术来实现 圆区演奏呢 是信仰的出土的编钟 所以金声玉震 它对于国家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礼乐器 它和我们一般吹的这个小口琴呀 含的那个琴弦呀 这个弦乐曲是不一样的 可以说 这就叫中国气派 中国强音 非同凡响 还有刚才那个朋友们可能注意到了 在这个美女敲这个庆之前呢 是我先敲了一下这个钟 敲钟意识着事情的兴起 完了之后呢 是会以琴瑟喝止 喝止完了之后 最后结尾的时候 要敲这个庆 表示结尾 结尾余音绕梁 当然今天这钟也好 庆也好 都是道具 对 都是微缩版 真正的钟要敲起来 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浑厚 余音绕梁 我想问问徐老师 这个咸阳出土的 这么多的石庆的碎片 您觉得它的意义何在 首先一个 就是我知道了 这个房子干什么用的 这个房子的时代 有大量的 这个没有用过的石庆堆在这儿 那这个房子显然是库房了 这个整体的 这个五间房子的 整体属性 它就是一组库房 完成了我们最初的 一个考古目的 第二个呢 就是它有乐福这两个字 那好了 又证明了 秦代是有乐福的 重要的意义 其实是最后第三层 就是我们对秦代的 这个礼乐制度 秦国是什么样子 秦始皇是什么样子 大伙的脑子里 就比如刚才小朋友讲了 长城 焚书坑儒 都是这种残暴 战争 然后以至于形成 就是说 孔子西行不到秦 宣扬理智的这个典范大儒 都不到你秦国来 就是你根本就秦国 你不讲理 但事实不是这样 事实不是这样 秦人其实一直都在遵循周理 尤其秦的贵族阶层 他们对周理的尊重 还是非常明显的 就能逐步逐步地印证 对 是吧 好 我跟徐老师在这儿 说了这么多 咱们是不是请学员也提提问题 好 老师好 说周和庆 那么这个庆最早是由谁发明的呢 是周公还是孔子 或者是一些月官 我一直觉得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任何的东西都是来自人民 来自最日常的生活 这是在远古的时候 我们的仙民们 他们发现有些石头 敲起来能响 然后他们在劳动之余呢 就敲这些响石 敲的时候呢 心情激动 它就伴随着一些舞蹈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 最古老的这种 叫基石斧石 百兽率舞 打扮成动物的样子 一边跳一边舞 然后敲这些石头来助兴 所以这句话叫 基石斧石 百兽率舞 体元应该是这样的 对 原始率 当然后来可能有 规范性行为 就是周公做礼 它实际上就是 把前期的我们 以前历史上面的一些行为 进行规范 形成一种范式 这种范式 大家都要遵守 我想问一下 刚才您前面也讲 这个金生玉镇 有忠有庆 在秦朝的时候 它的礼乐制度 有没有一个规范性的 这样的记录 或者发现的记载 在文献当中 关于琴代音乐 没有太多的记载 我们只看到说 汉武帝的时候 有乐府 关于它完整的礼乐制度 完全都是靠 考古这个实物来发现的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金生玉镇 石庆它是和 青铜中铺 是组合的 所以当时我们发现了 这个石庆之后 我就跟那个同事们说 注意 一定有金属中或者铺 非常的失望 我们最后只发现了 一截铺的一个残片 就是它那个瓣的部分 也不失望 为什么呢 首先一个 它有这些残片 就说明它原来 本身是有的 它确实是这种组合 另外 为什么金属的东西 只剩下残片了 而石头的东西 是这一大堆 这就引起我们一个思索 就是这个建筑破坏的原因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先放下 我们接着去发掘 其他的房间 在发现石庆的隔壁 西边的这个F2 我有很多的疑惑 你们看这个F2 发掘出来的样子的 它除了四外圈的 这个厚厚的墙之外 它里边还有一些 两两对应的小墙 这个小墙的厚度 不到20公分 然后很矮 这些小墙是干嘛用的 我蹲在这个墙边上 想了很多天 你们也可以猜一猜 我觉得小朋友的脑洞 应该比我们大人更灵 可以来先猜一猜 你看这两两对应的小墙 是干嘛用的 我猜可能是 用墙围起来的那种室 小室 小房间 对 小隔断 它的意思是说 我明白了 挺烧脑 是吧 我们在现场一样 跟你们的纠结是一样的 咱们觉不觉得 它像库房里面的货架 就是两两对应的小墙上面 它可以放隔板 这样保证了物品的通风 隔潮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 这间房子放的东西 一个可能是粮食 再一个可能是织物 这两个东西是最怕潮湿的 你比如石庆 它是不怕潮湿的 还有如果是淘气 一些器物 它也不怕潮湿 所以当时我是做了 这样一个判断 做了这个判断之后 我们就要找证据了 但是除了这个 房顶倒塌的这些瓦之外 这个房子里 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为了证实自己的这种猜测 我曾经联系其他的一些 科技方面的老师 他们跟我说 说取一些土样 如果这个房间里 曾经放过丝织物 土里面有一种酶 有一种蛋白酶 是通过的科技手段 能检测出来的 说如果要是放了植物的话 比如说有粮食的话 你取一些土样 可以做出浮选 出植物颗粒 能检测出来 这里面曾经放过粮食植物 那么这两种工作 我们都做了 但是检测是需要 有一定的时间的 业余时间 就开始琢磨 这个庆上的字 看看能不能有一些 什么新的进展 我有一天 看这个字的时候 因为要查阅很多 秦文字的文献 就是文件资料 我就查到了 很多秦代风泥 就是因为在 这个90年代的时候 在咸阳城 贝河南的遗址区里面 叫象加象 他们出土了 大量的秦汉时代的风泥 而我翻到这批资料的时候 我就突然地灵光一显 你说咱们这个房子里 会不会有风泥 我就晚上把风泥的一些知识 编成了一个微信 就发到我们群里了 你们大家知道 风泥是什么吗 其实风泥 外表看起来一点不起眼 它就像是一块橡皮 大概就是两个公分不到的 这么一个小泥块 上面有字 是印章印上去的字 在我给大家下达了 学习任务不久 我记得请清楚的是 一个周末 我回家了 我难得回家 我后来开玩笑 说只要我回家 你们工地一定有重大发现 微信里面传来一个语音 我们的师傅 他发了一条语音 同志们 风泥出来喽 用了一个语气词 你能从那个语气词当中 体会到它那种兴奋 上面有四个字 大什么增观 当然这个字很模糊 我们是仔细地看了之后 首先是第一个字很清楚 是个大 第三个字是个增 增是一种私质品 说明什么 它对应的这个房间里 一定有跟织物有关的东西 第二个字 有的老师帮我们考证 说是内 内外的内 或者是 有的老师说 可能是府 就是官府的府 不管是内还是府 它总之是当时社会 管财务的两个机构 一个是国家的 一个是天子的 就是财政总管 管物资的 根据这个风泥 我有了一个启示 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推断 就是这个房间 跟储藏织物的物品有关 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 风泥我们知道 它虽然只是这么 很小的一个泥坨坨 但是在当时呢 它的作用很大 用的范围很广 我选了三个备选答案 和我们的同事们探讨 就是这个风泥 到底是干嘛用的 第一个 调拨物资 传达的公文 这个公文上的封建 第二个呢 就是织物的封建 因为当时秦代有一个制度 叫物乐公民制度 所有制作的产品的 好坏数量 它都有一个检测 检测完了之后 它就要一个封建 更况且呀 在秦汉的时候 其实我们说统一货币 半两是那个货币 但是呢 在这个半两前的同时 布还是货币 这个布呢 和半两前的一个兑换比例 是一比十一 还有呢 库房锁门的一个封建 就像我们现在的锁门的封条 你们猜一下 这三个答案 你们觉得哪一个更合适 我感觉是第一种 就是调拨物资的时候 所公文上用的那个封泥 那就说明这个封泥 应该是来自一个 管这个布匹物资的 这么一个小官 增官 是吧 我猜应该是第二种 它是应该是一个 检验合格的一个标志 就是我记得 应该是秦带的兵马俑上 也会有那种 比如工匠刻上名字 应该是属于这一类的 你说是 它可能是个 污了公民的 一个制度上面遗留 我后来猜想 它可能是库房门的封建 就是封这个库房门的 因为这个 封泥发现呢 是在这个房间的一个角 就靠近门的一个角上 通过封泥 还有这种建筑结构以后 我有一天 就又想到了 一个文学作品 阿旁功夫 我们大家都熟悉 阿旁功夫里面 有这样子的几句话 叫歌台暖响 春光荣荣 舞殿冷秀 风雨漆漆 那么有歌 必定有舞 有舞呢 就要有演出服 甚至呢 我还想到 这边歌乐器的 这边可能就是歌的 皇家的礼服 当然这些都是 我的一个猜想 我开着一个脑洞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徐老师 我听完您的这段讲述 我觉得以后 大家再去旅游的时候 特别到咸阳旅游的时候 低头多看着 万一有块什么泥什么的 拿起来看看 没准又是块风泥呢 这都没准 不过这个 我听完刚才这段讲述 我觉得这个考古人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有点像着了魔似的 我们真的是着魔 人家说不着魔不得活 我有时候这种感觉 比如说那天晚上 就发现风泥的 这个王勇师傅呢 特别兴奋 就陕西话 说了很多遍 说 应应的 那一位是图块 那一位是图疙瘩 他就是拿陕西话 应应的一块 应应的 图疙瘩 我要一掰 结果一看见有字呢 他特别兴奋 他喝了点酒之后 他特别兴奋 分享他那个出土的 那一瞬间的感觉 我确实就是走神了 我想到了自己 我想到我减 那个时庆的那个情节 然后我也想到了 我们很多考古人的 就是这种不疯磨 不得活 任何一个工作 任何一个职业 如果你 不完全投入 全身心的投入 不着了魔的 去投入的话 很难有成就 都是一个道理 这么一个小土块 然后他那个感觉 和他那个颜色 和建筑倒塌的 那个土 很难分辨 这么成堆的 这个倒塌堆积里面 把这么一个小土块 能看到 能挑出来 就说明他当时的 全部身心 在他的手底下 他稍微一走神 这个随着他的铲子 就扒拉掉了 有没有去分析一下 他这个蜂泥 这个土 一定跟其他的土 不一样 秦代的时候 蜂泥的材料 它的区别不太大 它就是当地的黄泥 就是黄泥比较细致 那您说 这么多年 又刮风 又下雨 特别是有水 有雨 它为什么 它就没有 没有烂 没有破 因为它是倒在房子里头 给它压住 埋住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这一枚 风泥的发现 它一个是学术价值 还有一个体现了 考古人的工作状态 心神合一 说到这儿 我们就要请上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秦都 咸阳城考古队的 另外一名成员 也是一位年轻的 考古队员 张扬力争 好 林铺 我搭档 好 欢迎张扬上场 张扬啊 今天要给我们演示一下 这个风泥怎么使 怎么用 来来来 用 这是拿的什么东西 这都是 陈老师你好 这个是我准备的一些道具 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样使用这个风泥 我们现在的道具 有一捆竹简 然后有一个蜡烛 一枚印章 还有两枚小的泥块 刚才徐老师说到 风泥有很多种用法 提到一个选择题 三种选项 那么现在我要演示 就是说 风泥在这个公文上的 一个用法 现在这是一个 已经封好的 一个卷公文 大家给想象一下 这是可能是给 秦始皇的一份 绝密的文件 这个竹简呢 在当时也是 主要的书写材料 那么竹简写好之后 要把它捆成卷 用这个麻绳 或者草绳 把它扎好 然后这个部分 大家看到有一个 可以活动的 一个小竹片 这个竹片呢 叫做检 检查的检 在这个竹片上面 可以写明 要传递给谁 也就是收件人是谁 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 小的泥团 放在什么位置 放在这个 绳结打结的地方上 就在哪儿记得扣 对 在哪儿 放在扣上 压在扣上 这样子呢 就是对这个绳扣 是一种保护 这样别人呢 就不会轻易地 能碰到这个绳扣 这样子呢 在运输过程中 如果有人 打开过这个竹简 就能 大家就会吃着 你要打开 杀头之罪 刻个印章 对 然后在这个 风泥放置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买印章 具体就是说 我们这个公文 发出的部门 它的这个印章 或者说官印 在风泥上 这是属于发建人 发建部门 然后这样子呢 其实还有一个步骤 就是用这个蜡烛上的火 把这风泥稍微烤一下 我就说嘛 它不会掉吗 对 稍微烤一下之后 它就会加热 然后变干一点 它就会比较牢固地 嵌在这个竹简上的 还有这个草绳 草绳上头 所以我说这个泥啊 它应该不是一般的 咱们地下的 对 粘子 细腻 它会比较细腻一点 经过淘洗的一种 粘性很大的一种粘泥 这个风泥的用料的颜色 在汉代的一些书里面 记载的皇帝的风泥 是用五都紫泥 专门一个地方 一个颜色 是给皇帝来供这个用品的 这个风泥 也不是说 谁想用什么颜色 就用什么颜色 也有规定 所以理智这个东西 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我想问一下张阳 在咸阳城的考古发掘当中 主要是负责什么工作 我在我们的考古队里面 大家其实工作都是差不多的 用我们行业内的 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敦工地 为什么叫敦工地 敦工地 就为什么叫敦呢 因为我们要一直要敦到地上 然后清理我们发现的各种各样的遗迹现象 还有发现的各种各样的出土的文物 实际敦工地 我理解就是在考古发掘的第一线 对 一线 对吧 对 在一线 今天在土里 有什么和大家分享的 我们在每天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 我们就要不停地逼迫自己思考 在当时是2018年 我们那个库房建筑 基本上主体已经发掘完了之后 我们的院长孙中先生 当时就提出来 你们不妨扩大一点你们的视野 在建筑的外面再找一找 看看有什么相关的 类似的同时机的东西 那么这个就是不怕找不到 就怕想不到 我们就祭出我们的神器 叫洛阳产 也就是我们的考古探产 通过考古勘探的办法 在周边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探查 后来果然在这个建筑的北部 发现有三处水池 水池 对 这边中间有一个水池 东西两侧也有 但是中间的水池最大 它大概能容纳至少200立方米的水 而且它就在这个出土风泥的 这个房间的正北部 不仅有水池 在水池的底部 我们还发现有淘水管道 就是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 这个淘水管道一节一节相套 套合到一起 从这个水池的底部 那个就是那个管子是吧 对 圆圆的就是管子 然后它就向东 一直延伸了大概50多米 延伸到一个肾井里面去 证明当时这个水池 对 它过一段时间 它把水要排出去 那这个水池最后怎么给它下一个定论呢 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是这样想 我们有一个风泥写的是增观 然后我们这个间房子的建设 这个结构呢 它是有一组一组的小墙 然后可能在这个小墙上面 是会有架板 这个房子的储藏的东西 我推测可能有粮食 有植物 起码植物现在是基本上定下来了 那粮食和植物 在储存的过程当中 除了要通风防潮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注意的问题 防火 对 刚好对应这间房子的外边的这个池子 水池子 这么比别的池子都要大 它的储水量比别的房子的水池 储水量都要多 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消防设施 就是一连串的这些信息 这些链条串起来 最后呢 我们就这样子一个推断 这个水池子和消防有关 它对着一然物品 那就是古代的消防设施 对 张阳老师很年轻 年轻的学员们 大家可以提提问你 小伙子第一个举手 大家好 我是连宇 不是一共有五间房子吗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服务里除了放边镜 纺织品以外 还有发现别的什么东西吗 就是小朋友问得特别仔细 一看就好好地听讲 是这样 我给大家一个一个来解释一下 首先第一间房子呢 我们发掘完之后 没有发现任何的东西 除了建筑材料 那么第二间房子出土了 有增观的风泥 我们推断可能放过 私织品或者纺织品 第三间房子呢 毫无疑问 存放过大量的石庆 而且可能还有一些青铜的乐器 只不过在后期 这些青铜的乐器呢 被别人搬走了 第四间房子呢 我们不知道它里面放了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去清理它的倒塌堆积 这个也是徐老师一直跟我们在讲的 做考古呢 它也要有一种可失去的发展观 而第五间房间呢 因为这个历史的原因 它很大一部分都已经被破坏掉了 其实考古发掘不是一味地挖 我们要明白自己为什么挖 然后要时刻地制止住我们这种欲望 当然当时这个建筑发掘到了这个倒塌层的时候 我很犹豫 因为是99个头都磕了 就差最后一哆嗦了 也许把这个房顶倒塌层揭开之后 房子里面 我看不到啊 说不定有个金印 但是你都挖开之后 你要考虑到遗址的持续性发展 将来这个地方肯定是遗址公园 它会有一些展示 如果我们仅仅为了满足我们现在的这个好奇心 把它全部都发掘完 那小朋友比如到这个地方来 他只看到一个房子 他看不到这个房子的破坏过程 所以最后想来想去 我觉得最后这间房子不要接了 对于考古工作的这个目的性来说 我们已经完成了 他的年代我们解决了 他的属性我们解决了 包括他房子里面大概放的东西 我们已经基本清楚了 所以时刻地抑制住了自己的那种 哎呀 探那种好奇心 那种欲望 压制住了那种欲望 把它回填了 这个能抑制得住吗 可以 对长说啥就是啥 做工作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之前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学的 楚人一句可怜焦土 被烧的是鹅旁宫 但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 实际上是咸阳城被火烧过了 那我想请教一下老师 这个鹅旁宫跟咸阳城之间是怎样的一个关系 鹅旁宫赋 还有我们后代说的鹅旁宫 其实是咸阳城的一个代名词 就像一个地标 咸阳城来说 它的规模非常大 在秦始皇时期 它准备修建的这个鹅旁宫 是它的一个新的政治中心 这个政治影响和它的规模 都超过了任何的一座建筑 所以后代的人就把这个鹅旁宫 作为了咸阳城的一个指代 我们拿着鹅旁宫赋 去对应我们现在考古发现的咸阳城 宫殿规模 道路包括它的物质的文化的一些东西 都能对应上 所以我是认为鹅旁宫赋 里面的鹅旁宫 是咸阳城的一个指代词 我想问的是 为什么那个福库会着火呢 难道真的像大家所说的 像一把火烧了咸阳城 把它给烧掉了吗 这个是不是一个真相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也很复杂 下面我们就请徐老师 为我们继续揭开咸阳城中 这座福库的大火之谜 随着鹅旁宫考古成果的对外公布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说项羽火烧鹅旁宫 这是一个历史的冤案 但是这个冤案 其实要打个引号 就像我刚才说的 鹅旁宫其实是咸阳城的一个指代词 它没有烧鹅旁宫 但是它确实是烧了咸阳城 你比如刚才我们在 讲到的在考古发掘现场 我看到首先是建筑被烧 接着就是大量的事情被砸 我们肯定想到 这是一种报复性行为 我在冰丸泳发掘期间 我们也发现很有意思的事 一般的士兵是简单地被砸碎 然后级别很高的这种将军勇 他的脸部 头 就是重点地砸碎 所以这些东西都包含着一种 你很巧妙的人的一种心理 秦贼先秦王 那一般的士兵 我把你扒了倒就行了 那你是个将军 我就要把你的头给你砍掉 在这个俯库当中也是这样子 能拿的东西我给你拿走了 拿不走的东西我给你砸了 因为石庆从出现开始 就代表着安邦定国的作用 它是礼乐器 我们经常说要灭一个国家 首先要摧毁他的精神 摧毁他的祭祀 是谁对着这些国家重器 有非常强烈的仇恨 这是我们想起了两个人 刘邦和项羽 根据史书记载 秦二世二年 就是公元前208年9月 秦末的这个社会形势 已经非常动荡不安 秦帝国是饶饶可及 县良书只杀了当地的军手 举起了一旗 然后各路的起义军们聚集在一块 他们进行了一个联合 联合的时候呢 他们定下了一个约定 就说我们分头进攻 然后谁先进咸阳 谁就可以称王 主要的大军包括项羽和刘邦两支部队 刘邦其实来咸阳来的比项羽要早 在公元前206年10月 刘邦早于项羽进入了咸阳城 紫英出城投降 刘邦这个人 我们在文献当中看到的 他有点无赖 但是这个人蛮有这个大丈夫气概的 他到咸阳城以后 他首先先说 哎呀这么好的宫殿 让我先睡一觉 他那些将领们就是刘邦的伙计们 就给他说 说您不能这样 我们到咸阳来干嘛了 我们有很远大的报复 所以呢 接着刘邦的部下萧和 他们就封府库 把国家的一些重要的典籍制度 收集在一块 没有扰民 然后张欧及当地的三老 就是老年德高望重的名声们 来进行谈话 约法三章 相安无事 把完整的咸阳城就交给了项羽 可是对项羽就不一样了 项羽他的出身 他是楚国贵族 所以他对秦国来说 他有强烈的仇恨 等于是秦国的统一 灭了楚国 灭了他们家 他有家仇国恨 他来到咸阳城以后 就是一阵疯狂地打杂 项羽他有一个念头 说富贵富贵富乡 如衣秀夜行 就是我一旦富贵了 我成功了 不向我的故人们 去写要一下我的成功 就好像我晚上 穿着那个漂亮的衣服 在半夜里的逛当一样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么在项羽到了 咸阳城以后 文献当中有一句话 叫做 一夫作难而奇妙毁 富宗灭寺 是消灭国家 消灭敌人 最解恨的办法 面对咸阳城的这种繁华 能抢的抢 抢不走的就砸烧 所以大火三月不绝 这个话是没错的 我们在现场 考古发掘的时候 很多的大型工艇 都有人为的放火痕迹 到了最后环节 我们把F3的这些实情 打包全部提回去 准备进行修复 拼队的时候 现场上我就非常感慨 我就觉得 你看金生玉震 国之重器 但是当一个国家的大厦 倾倒的时候 当一个国家不存的时候 你任何的物质的东西 实际上是都没有办法 继续存在的 真的是这样 腐巢之下岂有顽暖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徐老师的精彩的讲述 通过徐老师的讲述 可以说把我们又拉回到了 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 我想您作为一个考古人 当您站在大秦帝国遗址上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很多的感慨 我首先一个觉得 这个俯库这个建筑 它见证了大秦帝国的繁荣 还有见证了秦祥城的灭亡 这什么事情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 就像我们考古发掘一样 到最后这组建筑 中规地要回田 我们的对齐降下来的那一刻 我心里的其实把这个两年多走过的路程 整个都捋了一遍 我们要努力地在一种岁月静好的形式下 来做这种工作 作为我个人 我其实是在这个工作期间 我把一种深深的离别 悲伤埋在了心里 2016年7月5号开工之前 我送走了我父亲 因为现场我已经跟所有环节的人 都谈好了 这一天要开工 五月底接到了家里的消息 所以站到现场的时候 我当时就想 希望岁月静好 但是我们因为是职业人 你必须要有职业状态 就不管我的工人们 他们在发现风泥的那种状态 还有说我强压制住自己的一种情绪 来维持这个工作开工 到最后我们抑制住自己这种欲望 把有些东西该回田的回田 降下我们的对齐 都是一种职业精神吧 好 我们再一次感谢许卫红老师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您 同时也感谢来到现场的各位学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的考古公开课 考古学家从几段小小的奇遇说起 通过层层推理 拼接还原出了一座 大秦府库的前世秘密 它不仅向我们呈现了 大秦帝国的臣服与过往 同时也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了 考古的神奇与魅力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考古公开课 下期再见